大家好 我是沖先生 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中国人被反华人士救病成一个冷血民族 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说中国人是见死不救的 因为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就是中国人在街上见到有人需要救援也好 他们都是不会救的 甚至他们还会提醒你 如果在中国的街上见到有人躺在这里 最好走远少少 以免你自己惹祸上身 所以中国人是否真的一个冷血民族呢? 在中国是否真的要见死不救呢? 还有被反华人士救病的不文明和没有素质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未来这两集 这位嘉宾会和大家长谈一下 中国人的不文明和冷血行为 这位嘉宾之前也有来电分享过 我在这里不多作介绍 今集横跨的内容包括 嘉宾对有人指责中国人不文明行为的看法 分析小月月事件和社会的反响 讲述旁观者效应 分析近来的一宗碰瓷事件 讲述构成内地不敢扶的原因之一 彭与案 以及嘉宾的个人感受等等 事先声明一下 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与你意见不一样的话 都欢迎留言表达 但请你注意言辞 面秘不雅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 记得按下角红色的仔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铃铃 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去回我的网站 冲stopco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 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 去片 喂 喂 你好啊 又是你啊 喂 你好啊 冲sir 是 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晚上好 冲sir 你好 我是詩詩 又是你啊 詩詩 现在有很多关于内地的科普 都经由你打破 我很高兴 今天你和我讲你的其中一个主题 就是去拆这些 叫做对内地的一些谣言 或者一些 我不知道实际 还是真 还是假的一些指控 都挺正的 听下去 我未知你说什么 我知道大概而已 是的 是的 OK 其实这次打上来 主要就是之前也有打过两次 看到大家的留言 因为其实我都会看的 大家的留言 其实两方面都会有 当中的话 其实都会有一些留言 看到有些感触 有些感觉 有个的话 是有些想回应 就是我可不可以开名出来说 你开名也没什么所谓 那个ID也没什么名 有一位叫做 Jessica2521的朋友 他有一个回复 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看到之后 我觉得真的有些提户灌顶 可以这么说 有些叮一声的感觉 是 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 香港人 其实部分除了之前 战乱下来香港 其实也有不少是避开文革 所以的话 对中共是有一些 不可磨灭的阴影 这个可以理解的 他也是 就是估计自己和很多 不是特别讨厌的国家 也都是认同回归 但是他下面 又罗列了一些例子 去到最后 也都想我去回应一下 当中的话 他罗列了例子的话 说很坦白就是一些不文明行为 就是说大陆的人缘 有些可能就是不文明的行为 譬如说打尖 无论是在迪士尼还是机场 和一些强迫外国人 和香港人 要跟着他们的做法 或者跟着他们的想法去做 等等这些不文明行为 那我就不一一罗列了 大家可以回上去 之前的影片看留言 当中的话 因为其实有很大部分 我是这样看的 其实每个地区 肯定会有一些好的人 有些不好的人 有些道德比较高的人 有些道德相对不那么高的人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这些不文明行为 其实我觉得反而不是我想回应的最重点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这篇留言 过了两三天 昨天冲刹尼发了一条片出来 就是说连登这个大哥 去露斥B&O B&O 是的 B&O拿的一个 含必量很高的一条片 是 那当中的话 我发觉有很多都在上面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些是没有必要一一列举 一一罗列 但是呢 他的例子当中的第一件事 我觉得是 确实是比我有点感触的 就关于一件事 叫小月月事件 和这个叫做 扶人 帮人 惹祸 这个问题 我反而觉得这个 我是很大的感触 因为 我看到他的留言之后 我第一件事 我就在想 确实是 小月月这件事 然后呢 是什么事 我都不知道 没错了 就是这个状况了 我再看回 其实应该是 很多人都不记得 和不知道 小月月究竟是一件什么事 因为隔一段时间 其实已经很长了 所以来说 今晚首先 最主要我就是想 去回应这个观点 而借着这个观点的话 这件事 去和大家 都去分享一下 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和大家 回顾一下 什么叫小月月的事件 因为这件事 其实当时 是引起几大的轰动 就是在我们广东地区内 佛山地区 广州地区 广府遇系地区 都是 那这件事是怎样的呢 这件事 是发生在 2011年10月13日 下午的5点30分 那当时呢 发生的地方呢 就是佛山市 南海区 往期 广佛五金城 这个综合市场 那当时的话 就是年仅两岁的一个 女童小月月 就在这个五金综合市场里面 那些行业里面 正在玩的 但是呢 在它玩的过程当中呢 就被一部面包车 两次 只压过 前车硬过去 跟着司机 当时应该是未发现得到的 跟着后车再硬过了 嗯 然后过了几分钟之后呢 又被一部小货车 再硬过 哇 而很难以致的一件事 就是怎样呢 这个其实是很震惊 说真的 但是更震惊的在后面 就是说呢 这件事发生之后 几分钟内 就是由第一架面包车硬过去之后 去到第二部车硬过去 直至到 是有人去帮忙的情况之下 这几分钟 女孩身边是经过十八个路人 嗯 但是这十八个路人的话呢 他都没有做出相应的救援 那最后呢 就是第十九位 就是一个十方 就是一个搓垃圾的阿姨 是 一个姓陈的 叫陈彦妹的阿姨 就把小玉玉抱起来 就抱去他旁边的一个店铺的货架下面 去放下 跟着呢 再过了没多久 那个阿姨就去找小玉玉的家人 是 跟着在监控上呢 就见到他爸爸过来 就是他终于找得到小玉玉 他家人对接得到 是 那小玉玉的话呢 后来就去到 是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的 重症监护室那里去治疗 那结果呢 就是老干反射就已经消失了 那其实送到去的时候呢 就已经接近到死亡了 嗯 那直至到2011年 10月的21日 那小玉玉经过最终抢救之后 那也是抢救无效 是离世的 是 小玉玉的事件是一件这样的事件 嗯 那当时来说的话呢 其实 确实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 尤其是当时来说的话 大家都会去谴责那18个人 哇 你没有人性 没有血性 司机又谴责 是不是 两部面包就是司机 跟着那18个人呢 其实在监控的画面是很清晰的 如果现在大家有 内地短视频平台 你收小玉玉 其实都能守得到这个事件 是 那18个人的话 后续其实是有去采访他们 有些路人就说 我看不到 有个妈妈就拖着个小孩走过 在这件事当中的话 其实 陆陆陆陆陆很多人就会去说 整个社会道德是很冷博 是不是 见到有问题都不去伸出援手 这样的状况 这里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需要去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因为其实在当时访问那18个路过的人 我记得好像是南方都市部去访问他们 当时来说的话 有些人就声称是看不到 说真的看不到 其实我觉得 不可以说百分百 没有可能 其实有这个可能 但是来说的话 也有点说不过去 但是你说是否真的看不到 其实我相信的 因为就我自己 趕着电话 找电话这些事 其实都不少见 其实都会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你不是真的很留意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在路中间 有个女孩 硬到全身都是血 真的画面是比较血腥的状况 你第一时间反应到是什么 其实是不过分的 说真的 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说这18个人 不去出手帮助 是不是真的 他就十恶不赦 是不是真的很冷漠呢 其实说很坦白 有时候真的未必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去上课的时候 学急救的时候 当时有港师 他说了一个 心理学上面的效应 一个现象 叫做旁观者效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 这个来说的话 有听过 可能就会知道 其实意思就是说 当一件事发生 如果身边的人 是越多的情况之下 其实真正正会出手的概率 是真的相对低的 因为大家都不会出手 大家都不会觉得这件事 而是跟自己有责任有关系的 所以来说的话 他不会出手 这个是有这样的概率 在里面 如果当中有人 就是产生一些 比较负面的道向 比如说 他发言 可能说不需要 不用去搞 这样 其实这个状况的话 他也是会 不伸出援手的 基率是会更高的 所以之前我上急救货的时候 也会延展一点 其实都是 如果有问题的情况 你可能需要周边的人去帮忙 的话 不要只是大叫 报警啊 报警啊 帮忙报警 没用的 一定要抓身边最近一个人 抓住他 指名道姓 就要他去报警 这样他反而就会做 因为如果单纯只是叫报警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未必 也会意识得到 这是我需要做 那为什么不是他去做 而是我去做 第一时间未必反应得到 但如果真正正正 我只是把责任 放在其中一个人身上 其实他也会很容易去做 那当中 为什么我会说到 旁观者效应这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 刚刚他说 採访那个 拖着小朋友的那个女孩 他就是去说 就是说 我看到的 但是 当时没有人上去帮忙 如果有人上去帮忙 的话 我一定会上去的 再加上我自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事后採访他的时候 其实他也很后悔 所以说 其实同样也会有这样的可能 会导致这18个人 真的没有去做这件事 那当然 还有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的话 很多人就会拿这件事 去延展出来说 就是说 派业和上身 是 有听说过 很直接 就是派业和上身 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的话 就是可能 我自己能力不足 比如说 遇到一些真的专业的医疗知识 那我真的没有的情况之下 尤其好像 我之前我们在学校 读书的时候 可能看到的例子 就是一些骨折 因为好像骨折这些情况 其实不是说 你随便就可以搬动它 如果你动得多的情况之下 很有可能会造成意识伤害 所以这个的话 是会有可能担心的 但是另外还有一点 是最多人拿出来说的 就是怕什么呢 怕碰瓷 嗯 是的 我不知道聪先生 你知不知道 有没有很深刻体会到碰瓷这件事 有听说过 其实我不只是碰瓷 我听说过 就是说 如果有人弄傷 你去扶他 分分钟 最后接触他 那是你 那你就多多少少 会有责任 于是那些人就会逃避 这一件事就会避开这些事 我有听说过 但是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就是没有确实查过 嗯 其实我很坦白说 其实都不是单纯在国内 其实全世界范围内 都有这些案例 嗯 都是那句 其实你只要在短视频平台 的话 其实轻轻耍手 都很多 近期都有单 有得好过人的 就是在4月30号的时候 很近的 有个男性的司机 就驾一部车 在路中间 就看到路旁边 就有个阿伯 就是拿着电动自行车 就躺下了 然后那条片 就是那个驾车的司机 全程第一人称地拍着的 他走过去 就问一下阿伯 有没有问题 需要不需要帮忙 然后扶起了阿伯 接着扶起了阿伯 之后 就叫白车 叫完白车 当白车到的时候 阿伯就改口 就说 哦 是他整跌我的 是司机整跌我的 就确实是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刚刚开头都说了 其实那个司机 由头到尾都是第一人 用手机开着 拍着片 走过去 所以这些状况来说的话 其实确实是会有发生的 嗯 我听说 是不是叫彭宇案 还是叫 这个就很早期 是吗 你说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是很早期的一个事件 彭宇案呢 其实也是令我想去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时候呢 会根深蒂固 会有这件事 就是会觉得说 有人跌倒 我都不敢扶呢 其实就是因为彭宇案 其实彭宇案这件事的话呢 又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因为这个点的话呢 就是最初构成 为什么大家看到人跌倒 都不敢扶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 这件事是怎么样的呢 彭宇案呢 就是当时一个64岁的退休职工 叫做徐秀兰 一个阿姨 OK 当时是06年 就被小月月事件早几年 早五年的时间了 是 那06年11月20日早上的时候 当时的话呢 是赶公交车 那徐秀兰的话呢 就是见到自己等那部车就来到了 那便跑 跑过去 打算赶着上车 因为我们国内的公交 跟香港应该都一样 前边是上 后边是路 这样的设计 那他跑上去追的时候的话呢 那 彭宇 26岁的那时 就在后门下车 那下车的过程当中呢 就撞到了 徐秀兰 这个阿姨 OK 那撞到之后的话呢 他回到最后看 随即呢 他就扶回徐秀兰 起床 那并且的话呢 后边 徐秀兰的家人来到 也都是跟他一起去医院 就是彭宇也都跟他一起去医院 那当时呢 彭宇呢 是颠付了200元的医药费的 是 那经过诊断之后呢 徐秀兰他跌倒 最终判定的话 其实都是骨折 那医疗费用 就用了几万元 那之后的话呢 其实双方就因为赔偿的问题 是产生了糾纷的 那后来的话呢 去到2007年1月份 徐秀兰就把彭宇呢 是告了上法庭 就在南京这边 就指认他呢 是撞倒自己 那并且呢 就是索要这个 包括医疗费啊 精神损失费 一共13万这样 嗯 那因为其实这件事件的话呢 确实是比较复杂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 当中的主審法官 叫王三华 王三点税 一个告辞那个候 那他当时是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不是你撞的 为什么要扶 嗯 正正就是因为这句话 他导致到 一石击起千重浪 那就变成 不是我撞的 为什么我扶 我好心扶不行的吗 是吧 还是说 我扶就一定是我责任呢 那这个就 真真正正由这句话 开始导致到 整个中国 是进入了一个 不敢扶的时代 所以就不是彭宇撞的 他不过就去扶 其实中有细节的 彭宇呢 确实是有撞到人 但是他撞到人之后的话呢 当时因为取证是取不到 所以的话呢 他后来又叫了一些网络打手 去写一些文章 去说这件事 就是说 不关我事啊 我被人冤枉了 这样的状况 那我帮你颠覆了之后 你还要冤枉我去赔偿 那样 反而是彭宇这个人 是颠倒是非的状况 去到现在 大家可以上百度 都去直接搜彭宇案 整个事件的浅抹都可以出来的 包括刚刚说的这些 彭宇去找朋友 去网络做娱论做势 这些状况都可以出来的 但是其实当中 法官王浩这样的这句说话 不是你撞的 为什么要扶 我觉得 事后 我们再反过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不是说 一个很无情的话语来的 因为单纯用文字上去看 他有可能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 他单纯只是问你 不是你撞的 那为什么你要扶呢 如果没有大语气去看的 这句说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句说话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爆点来的 坦白 如果你经过圈掩 经过文字的加工的话 其实有可能会变成一句指责的说话 你语气有变化的情况之下 就会变成 那不是你撞的 你为什么要扶呢 两个预警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当时的话 大部分的言论风向 就往后者这个预警去发展 反而就导致后边 大家都会觉得 我在路边见到人 有问题 需要帮忙 或者需要扶的状况之下 如果不是我做的 我上去扶 分分钟就会惹祸上身 就会有问题 所以的话 其实很大程度上说 当时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国家 都会变成是一个这样的 相对道德 可以说是倒退了50年的情况 哪怕真的好像央视春晚都有小品 叫做虎不虎 就是叫虎不虎 这样的小品 拿出来去调刊这些这样的现象 但是当时来说的话 包括好像Jessica 去说这件事 其实当然是的 出现这些情况 是不是代表在2011年 去到今年2024年 整个社会都完全是没有变化呢 或者大家的道德水平 是不是真的都这么低呢 这件事反而我又反过来 我就细心点去看一看 也去想一想 我发觉其实不是 因为 好了 由于片场的关系 上集的内容 去到这里就完了 下集回来 继续会有精彩的内容 不想等 又或者想听原汁完美版本的网友 可以去回中处播播放列表 找回2024年5月10日直播看回 对于节目内容 有不同见解的网友 欢迎留言聊聊天 但是记住 做个文明的网友 注意延迟 想在直播节目 又或者通过录音 在这个平台 和大家分享资讯的话 不妨通过画面的联络方式 去联络我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 继续营运 现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